花莲在地文学作家图像特展第28档是王威志但愿山里来去 这位年轻的文学作家他当过老师当过上班族而最喜欢的呢就是爬山 他也受到文学家纯林、邱上林还有廖洪基的影响 热爱在生活当中用文字记录对生命的感动与赞叹 透过镜头来认识这位年轻的花莲文学作家 花莲县文化局举办的花莲在地文学作家图像特展109年第28档 是以王威志但愿山里来去为主题 向大家来介绍这位年轻的文学作家 王威志他当过老师上班族而他最喜欢的就是爬山 他也受到陈梨、邱上林还有廖洪基老师的影响 热爱在生活当中用文字记录对生命的感动与赞叹 花莲的在地文学作家的特展这一次来到了第28档 那是我们的王威志 这个年轻的作家 那他这一次呢就是以他在山里自由的去来 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呈现他这一次的展览的内容 那威志呢就是说在花莲他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 然后非常非常地调的一个作家 他其实作品非常地多元 他除了出一些就是他的在山里面的一些 就是爬山的经验 他的散文之外呢 他其实很棒的是文化局在过去曾经帮他出了一本 花莲的地图绘制学 那这一本书里面他用花莲的历史跟地理 去做了一个很棒的一个故事的串联 那所以就是他除了在这个文史跟地理方面有这个专长之外 他其实也做了非常非常多的文史调查 那另外就是他也出绘本 他也写一些绘本 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多元的很优秀的一个花莲作家 文化局表示希望透过每一档的图像展览 让大家可以认识花莲在地的优秀文学作家 除了让乡亲可以感受到花莲丰沛的艺文能量 更希望可以鼓励文学爱好者继续创作 用文学记录这一片土地的故事 还有珍贵回忆 这里会欢迎视报导